学说与哲学 佛陀和觉悟 不只是智力的产物 佛教是世界上众生和平 安乐相处的正度生活方式 它是一种能够免除休脑 而达到永久解脱的方法 佛陀的言教 不豁限于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种族 它既不是信条 也不只是一种信仰 它是对全宇宙的开示 这个开示行古离身 它的目标是服务世间 帮助人们棄除悲脑 而得行善良 和平 解脱 和自在 解脱 在佛教里面 是个人份内的事 你必须自救 就如同你必须要自己吃 自己饮水 和自己睡觉一样 佛陀的忠谷 只在解脱之道 我们不能够将它的忠谷 想成是一种理论 或者哲学 当人们 问它所提倡的是 哪一种学说的时候 佛陀回答说 它所说的不是学说 而是它自己实地经验的结果 它的教义 不在于向世间 提出任何学说 学说 是不能够带给一个人 精神上的极致卓越的 学说 本身有很多局限 甚至 能够束缚我们的心灵 而阻碍了我们精神上的进展 佛陀说 智者不依凭学说 他们不绝绑自己 他们只是仔细地看 和听 学说 是智力的产物 佛陀了解到 人类智力的有限性 它教导我们 学悟不只是由智力所产生的 一个人 不会因为收一个智力课程而觉悟的 这种说法 好像不合理 然而 这是真实的 知识分子 往往花费很多宝贵的时间 去研究 他们能够很快地理解 并且能够很清楚地 正确地表达 但是 因为 假使他们不注意他的行为 并且也不注意他们行为的结果 甚或只是一心一意于 他自身的理想和攀缘 这样的人 依佛陀说 就是一个聪明的笨蛋 一个智慧未开的聪明人 这样的人 会深深地阻碍他们自己今后的进步 请记住 佛陀是一位实践的老师 他用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达成觉悟 他的教义 包含了实用的智慧 而不是局限于学说 或者哲学 哲学 主要处理的是知识 却很少将知识 运用到实际日常生活中 佛教 特别强调实践和体证 哲学家 虽然时时看到人生的悲哀和不如意 但是 却未能提供实际的方法 来到克服我们生命里面 经常遭遇的挫折 哲学家 只是将他们的思想 推向死角 哲学 哲学本身是有益的东西 可惜 都不能够解除人们 精神上的干渴 诚言 哲学 能够丰富我们知性的想象 并且 能够减少 闭塞我们心灵进步的教条执着 就这一点而言 就运用个人的意志力才有效的 任何纯知性的努力 最终将会图然 佛陀 佛陀曾经这样说 哪些仍仍仍然 那些仍仍上的纯理论问题 是不会获得利益的 他们与真理不相关 他们不能领导政衡 敌淨執著 煩惱 疑達直證 安心 或真知 或高度內觀 或究竟涅槃 中部Malanyaputta 經語 佛陀排除形異上的原想 益測 他要我們專注於他所發言的四聖題 和他的實用性 這個四聖題告訴我們 什麼是苦 什麼是苦的因 苦滅是什麼 如何克服苦而達到最後的解脫 任何人要達到解脫成就 就必須完全了解四聖題 覺悟是無明的驅散 這個是佛陀生命的理想 我們現在已經能夠清楚看到 覺悟不是知性的行為 因為了解是一回事 能不能夠在實際的生活中做到 又是另一回事 此所以佛陀特別強調 個人的親身經驗 潛定是實用而科學的體系 它能夠驗證個人親身經驗的真理 透過潛定 我們的意志力 將能夠超越因緣的框框 而在意識上有所覺醒 所有形而上的問題 都只能使我們困擾在一種 潛擾和混亂的一團糟之中 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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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